9月5日陈慧玲一席中性西装打扮出席某活动帅气逼人 自从今生辣妈行列后陈慧玲常常试三句话不离儿子 人见人后多乐于分享育儿君 日前周围24小母亲就被媒体拍到特意去接待儿子虾脚仔放学 看来工作之外陈慧玲已经完全成了全职猫咪 换了新发型的虾脚仔也被网友赞超萌超可爱 虾脚仔因为为了上学她要剪头发了嘛 因为之前暑假头发实在是太长了 然后她有个新发型 然后没有啊当天她也很听话 第一天上课老师也说她很乖表现得不错 所以我放心了 当然除了照顾儿子之外陈慧玲也没放下工作 早前就去布拉格拍摄了一个月的电影 没省到离开两个儿子的她却大乎过瘾 因为以前就是工作以后马上回家 去照顾孩子啊 其实是很累啊 那先刚去布拉格的时候就放工 啊可以去逛街可以做回我以前 还没有生之前的单身时候的那些事情 让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一个人也不错 看来辣妈有时候也是需要放假充电的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